今天表弟回来了 我们又准备对鱼塘的鱼下手了 这个鱼可能有时间哦 你带稳的哦 来 装的是一条 装不装的 装到哪里吧 你得装嘛 你拿下去装 好 抓了一条大鱼 哇 每次虾网只能抓一条或者两条 我们这个技术实在是不行 今天抓了一条 收工 今天又带了一条鱼起来 今天我来说足以哈 说足以 嘿嘿 看我这个土地要出事了哟 嗯 片得不错 还好这把刀夸了 你说 嗯 片得不错 嗯 可以 这鱼片要 刀要斜 斜一点刀 片得太薄了 要厚一点 会 薄得太 薄得念不起来 厚度要合适 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 这种这片就可以了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太薄了一株就难了 嗯 这边的鱼片 嗯 这边是鱼骨头 多鲁鱼咯 下一步 加入 马鱼时间套 姜葱料酒盐 先给它胭脂 好 胭脂完了然后再清洗 好 好 再加入料酒 放在盐里 对 这样刷 开始炒料 牛肉过来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烧房了 好 炒 水开先煮鱼骨头 鱼肉舀起来 好 水开先煮鱼骨头 鱼肉摇起来 水煮鱼的处理熊 要得我来尝尝我那里头嘴嘴这个手鱼的 手鱼呢 麦香还是有啊 这个盐现在是倒味的啊 色香味是吗 是色和香有了啊 现在就看味了 味道尝尝啊 味道怎么样 师父 毕竟你师父站在旁边的 嗯 关门弟子都叫不好的话 以后我如何混起江湖 是不是 关门弟子的手鱼必须得来争算 所以以后就要跟袁香满和袁香鱼 这个鱼 到位了 下次你就看到 下次我不再单独完成啊 看关门弟子的鱼啊 嗯 可以 爱你不要说 你拿给牛的做好累嘛 他都夹好了 吃鱼吃鱼 这个鱼没得自己带两个去来吃啊 还是安逸 要不要吃鱼啊 二叔 好 就带的这一个 五斤够了其实也 就够了在鱼吃 多了也吃不完要不 那你带一个再多了也感不完 本来准备再带一个带不到了 算了 那可以带一个感觉就安